大家好我是古堡家商岳正华 大家好我是古堡家商王艷成 現在帶你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宿舍 我們現在也看到這是林子維 然後這是我們的瑞哥 然後現在是我們平常 手摔的時候都來這邊 就是給瑞哥按摩 真的要開燈 這是我們的會議室 然後就是上課的地方 就是有聖課都來這邊上課 然後還有核心都來這邊做 這裡是我們的撞球桌 休閒的時候就是可以來這裡放鬆一下 打個撞球 還一下自己的身心 還好啦想來就來 誰在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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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最厲害 他是古堡的球網 這是我們那個重量式 要強化自己什麼重量都在這個地方 這是水療式就是身體可能比較緊繃 還是很多痠痛的地方的時候 就可以來泡水療這樣 放鬆一下自己的身體 重訓器材 水療池等設備以應俱全 環境部署職棒球隊 這裡是新北市古堡家商球人宿舍 也是許多球員夢想的起點 我是五年級下學期打的 然後就受家人影響爸爸 正式加護棒球隊應該是算四年級吧 就是從苗栗轉學到台中 四年級開始打棒球 然後想要打棒球的原因是因為覺得很帥 從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有打過球 然後就還不是因為宿舍就是想嫁這樣 可是就是五年級的時候 最開始就是不想放棄棒球這樣 就想把棒球當一回事這樣 就是像工作這種 被譽為職棒球星搖籃的古堡家商 最十五度在目棒聯賽奪下冠軍 是慕蓮擁有最多冠的球隊 大家好 我叫王彥宸 來自古堡家商今年高三 首輩位置是童少 因為國中就是在鄉下球隊這樣 突然來到一個傳統的強隊 然後那個自己的體能那些重量什麼 那個氣氛就完全不一樣 高二的時候下學期 自己的球速還有那些在投手球上的那種 自己的感覺就變得有點不一樣 就慢慢變成在上去投著去享受比賽 不會像以前那麼這樣很畏畏縮縮的這樣 2018年亞洲青棒錦標賽 王彥宸 岳振華與邱志誠 都入選門中華隊 其中王彥宸在四強戰面對日本 豬頭九局只是一分拿下丸頭勝 表現力壓日本隊王牌極填灰心 那一場場上的過程 就是鼓手一直帶 然後教練也一直 就是每一局下去換局的時候 他都提醒我 就是很好很好成功 就是一直鼓勵一直鼓勵這樣子 然後就越投越有自信這樣慢慢出 變得後面也是在很享受這場比賽 若要說到棒球天賦 絕對不能錯過投打二刀流的 岳振華與林吳敬偉 兩人最快球速都能飆破140公里 作為打者同樣能展現優秀打擊實力 岳振華去年奪下目連野手MVP獎 林吳敬偉也在黑豹期 獲選最佳指定打擊獎 我覺得他打樣子幫我開心 對啊 因為 有一個榜樣 有一個榜樣在 然後你會自己去 去突破 想要去突破他 對啊 想要去突破他 對啊 想要去突破他 就不同隊啊 因為之前 就有想過要三陣打 對啊 因為兄弟對決嘛 一定會很刺激啊 我是本身想兩個都想要 陳武前前有來練球 跟他說 我不要喜歡突破跟打擊這樣 可不可以這樣 就是兩個一起 上去值班戶禮物來這樣 他說 他說就是很難吧這樣 因為自己身體素質要好啊 對啊 那這樣子的話 都要兩邊跑 對啊 就兩邊跑啊 應該可以吧 去年連續收下木聯 與黑豹習冠軍的古堡 球隊狀況 可說是結好掉 107學年度 木棒聯賽 最大目標 就是群球二連霸 現在的目標就是 待一二年級的 去打好成績這樣 然後 因為自己是一個學長吧 畢竟他們也是 剛剛才上來的 因為他們都比較那個 比較菜啦 就是帶他們 帶他們衝就對了 別人 岳正華會說夢話 然後都 就是很吵 斷衍的時候還會聽到 然後就會爬起來看 結果是他還講夢話 他都說什麼 其實也就很模糊就這樣 就很大聲 就突然很大聲 會讓人家嚇到 王晨是那個 王晨是那個很愛打呼 因為他超多 你超多必然 三分鐘他就睡著了 然後就會聽到他的打呼聲 只是這樣比較有安全感 就聽起來就睡著著 聽習慣就睡著著了 啊